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下去 没下去 下去了 下去了 咱们给大家那个页面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NPM呀 有吗 那个里面是有个NPM是吧 页面黄页的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看 NPM是个什么东西 NPM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node包管理器 node包 node我们学过吧 前面用我是吧 node node.js 全称应该叫做node pacter manager node node 我应该学node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用到一个叫requery 然后上面http 还有个requery点 里面使用一个string querystring是吧 有同学还用那个mycircle是吧 mycircle你是不是 先要从NPM 从网上把那个mycircle那个库给它下起来 是不是 然后再使用requerymycircle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那么可以理解为就是 这个npm就是把我们做好的一些原生js的文件 方法集 是吧 整理成包 包它就不是一个文件了 是不是 它是多个文件 整理成一个包 然后把这个包呢 放在了一个 网上 放在网上 什么地方呢 一个服务器的仓库里 一个服务器仓库里 听听了吧 这个包的作用是干什么 这个包的作用就是 node 可以让nodejs能够干什么 调用它 使用它 是吗 可以用nodejs能调用它 使用它 但是逐渐的这个 它的包呢 就不限于只是在nodejs当中用了 还可以在什么里头用 原生js 我们知道nodejs是在服务端的程序 是不是 所以逐渐这个包呢 就不但是能在服务器用了 还能在什么 前段用 所以这个 康库呢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仓库 大规模仓库 什么软件 什么框架 什么这个包 都可以扔进去 都可以扔进去 那么这个包里头呢 这些包里头可以进行安装 卸载 更新 查看 搜索 发布 都可以 都可以啊 那么 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 我也可以是 我自己曾经发布的一个 上回好像给大家下载过 npm npm 然后i 然后再是一个 npm i 再是一个 utu 是不是这个 我原来写的有一个方法 方法其实是什么 un un 哎呀 我这个 记性太差了 utl ut ut i u t i l e s 这个没有大型 utiles 前面有一个res res utiles 然后在这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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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下来的 是吧 这是我以前自己封了一个 封了一个放上去 那这个就是封的 这是给大家讲的那个什么 伸服者是吧 下面这个是什么 继承 对吧 然后 这底下就是那个 以前给大家说用的那个 获取res 根据chamel或json 来获取图片 直接用get的image 就可以调用到这个图片了 啊 让大家曾经是用过 自己写过一个 啊 那这个呢 这个 里面我会写一个东西叫做 readme 那readme的作用是干什么呀 就是来告诉你 这个 怎么用 怎么用 具体是什么用法 代码是怎么写的 啊 都会有readme来写 那这个东西就需要用的是什么 上传 就是我自己写好这个文件夹了 然后把它干什么 publish 发布到什么里头 发布到npm当中 今天这个因为没网 所以给大家就举不了例子了 下去可以自己搜一下 你要想发布到人家npm仓库 你就必须要在人家网上注册一个用户名 是吧 注册个密码 然后在本地呢 你需要设置登录它了 然后登录它以后 再紧接着 再去干什么呀 再去通过这个npm呢 啊 登录完了以后 直接使用 进入到当前的那家 publish就可以上传了 听听了啊 那么你们自己下去再查一下 自己下去再查一下 用什么东西上传 publish 听听听到吧 用publish来上传 啊 好 具体网址就是这个网址 就这个网址 啊 具体网址就是这个网址 网速打不开 npm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 这个coachdb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详细的记录每个包的信息 包括作者呀 版权呀 依赖呀 授权信息呀 等等的一些重要属性 什么是依赖 大家知道吧 什么是依赖 依赖就是我们在前面 不是使用boostrap的时候 是必须要用什么呢 用解query是吧 这个boostrap它要用解query 这个解query就是boostrap的依赖 听听到吗 那么 当然呢 这里有版本啊 授权信息 版本我们给大家上回说过 解query里面是不是也有版本啊 版本的作用是什么 授权信息啊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欲 就是将开发者 从繁琐的包管理工作中 解放出来 更加专注功能和开发 又不需要去写一些 换找到的东西了 npm其实大家在开发过程当中 已经安装好了 到现在是不是每台电脑 都可以使用npm 是吧 杠V就可以查看npm的什么样 版本 杠V就可以查看npm版本 那么再其次呢 我们在这里 如果要升级npm的旧版本 就是我们要把npm升级一下 升级方式就是npmi npm刚起 就是自己把自己下载一个全局的 就是npm自己i是不是下载安装 自己把自己干什么下载一下 然后杠G呢 它的意思是全局的 杠G的意思是全局的 这个时候npm就可以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npm就可以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 没事不要更新 不要乱更新 你更新完了 那方法集都错了 它就成大问题了 这里看到这里有报错是吧 如果有报错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咱这里有啥呀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状态码呀 对不对 这状态码就是什么呀 从网上摆渡一下这个状态码 当前这个状态码是43 查一下这个coder coder这个是啥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这nm not found 就是没有干什么 没有发现 是不是 所以就是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发现网上都会有这种状态码 出错都会有状态码 那么出错了 引起我们不能在第二次操作了 出错引起我们不能第二次操作 我们需要打一个什么内容呢 我们需要执行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V-E-R-I-F-Y 这一句话意思是 我们去清理缓存 清理缓存 因为为什么不能执行第二次操作了 因为第二次操作呀 它就会将前一次操作判断一下 它们发现前一次已经有了 是吧 然后这时候就不会进行第二次操作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使用什么 清理缓存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每一回只要出错了 你就干什么一下 清理缓存一次 仔细看看自己哪一块打错了 就不会出问题 好 那 记住这个啊 N-P-H-C-A-C-H-E 空格 V-E-R-I-F-Y 清理缓存 清理了啊 然后下一个我们再来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咱们的NPM的初始 叫NPM 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什么吧 淘宝镜像 什么是淘宝镜像呢 简单来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NPM是国外的仓库是吧 是国外的仓库 那么从中国去访问NPM的话 会比较什么呀 耗时 会比较卡 有时候就容易断线 断网 清清了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当前的地址 当前的这个地址 修改为什么呀 修改为淘宝镜像地址 这个阿里巴巴 是不是 一个优点 就是 哎 他在中国 是不是 建立了一个福气 这个福气干啥呢 就是天天没事 只要间隔一段时间 就去从国外的那个服务器啊 把NPM仓库的所有东西 都会下载到本地来 他都会轮巡查询 下载到本地来 所以呢 你只要设置了这个淘宝 镜像地址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干什么 可以从阿里巴巴那块 是吧 把什么东西呢 把中国的NPM仓库内容下载下来 听听了 但是这个时间和我们NPM的时间性 有一定的差异化 也就是说 我这里上传到NPM仓库了 你要想直接从阿里巴巴那块下来 难度太大了 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下来 听听了 他需要一个钩子 要等待时间去钩 怎么样去执行这个 CNPM呢 你需要安装 安装CNPM方式就是NPMI 然后CNPM-G 然后这是-Riggis 然后后面指向淘宝的经键地址 淘宝的经键地址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好了 这样就可以安装好了 但是呢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因为你如果这样做以后 你的欲就会产生改变 你安装下载以后的欲就会产生改变 当你使用手机打包的时候 当你使用手机打包的时候 就会出错 掉不到这个地址 掉不到你的包的地址 听清楚啊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这个CNPM 听听了吗 不要使用CNPM 那有朋友问我 那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呢 我们可以呢 通过NPM重新指向 重新指向我们当前的Registry的地址 指向卡而不是安装卡 这样重新指向卡而不是安装卡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这个内容 它那个重新指向的方法 这样 我已经都给大家写好了 也就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 写在这里 叫NPM Configure Sign Registry 然后指向谁啊 我们的淘宝金箱地址 就OK了 重新指向淘宝金箱地址 这个时候 就指向了淘宝金箱地址 那么现在我去访问NPM的时候 我去执行NPM操作时 全部都是从淘宝 就是浙江 杭州的阿里巴巴 那下下来了啊 那么 这一点理解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代理 可以看一下它的代理 通过NPM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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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如果不将代理设置为空 可能会出现一直连不上的情况 听听听了吧 如果你查看到你的代码错误出现这一条 出现这一条 一直连不上 那就证明我们的代理被修改了 我们需要将代理重新设置为什么 空 代理重新设置为空 这个时候只要指向空就可以被连接了 所以注意一下 那我们紧接着来说 我们在这里呢 NPM有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会自动生成一个pack.json pack.json 在这里我们使用 NPM init init 敲回这 这个时候会有一系列数据 会有一系列数据 你现在可以把它退出去 Ctrl-C就是什么 退出 听听了吧 Ctrl-C就是退出 我们在前面使用这个NPM init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说后面加个什么 加个Y 是吧 加个Y刚才那些等待你输入的信息 你就可以不用输入了 直接敲回车 这个时候 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pack.json 会生成一个pack.json 这个pack.json 有什么作用 我们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 name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 项目是403 第二项目的函本 第三个 我们在这里还有这个 什么呀 说明的这个描述 这个是对于该项目的描述 描述什么内容 这个是主文件的入口 就是入口程序是什么 当然我这里有没有入口程序 没写 对吧 没有入口程序 它先给你写出来了 意思就是 你整个这个代码当中 什么呀 先执行哪个js 就叫入口程序 它给你写的是index.js 是吧 然后底下这里是 对于我当前的这个版本的版本 开发过程当中的一种依赖 这里一共有两种描述 这两种依赖 这两种依赖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 就是在生产环境中需要的依赖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代码啊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开发的过程当中 需要用到的程序包 听见了吗 需要用到的程序包 就比如说我这儿写的这个youtube 我这个程序包有啥作用啊 是不是可以获取什么 是不是根据本地的jason啊 还有这个chamel 可以获取图片啊 对不对 就是这种图片包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这里 这种依赖在开发中就要用到 所以它也会在依赖当中描述 当前的这个依赖包叫什么 依赖包的版本是什么 下面这个依赖 它叫什么呢 它叫开发测试环境中依赖 也就是它在测试环境当中需要依赖的内容 测试环境当中也需要依赖 不但在开发过程要依赖 还有在什么 测试当中也需要依赖 也就是说 正式上线版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用哪一个呀 用上面这个 听听了吧 但是在测试版当中你需要用什么呀 用这个 也就是测试当中会用到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个用完了 做完了 我想查一下 我这个代码呢 在运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bug呀 是不是需要代码的压缩呀 这些东西都需要介入一些外部的工具包来执行的 来完成的 听见了吧 但是这些工具包我们需不需要上传到服务器上呀 不需要是吧 正式上线这些工具包要不要 是不要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会分为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放在什么里头的 一个是放在这个里头 一个是放在这个里头的 听听到吗 一个是放在这个里头的 一个是放在这个里头的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环境依赖 这个里面就是开发测试环境依赖 开发测试环境依赖 寄清这两个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在我们使用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区别这两个内容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写的这两个部分 那一个叫杠什么 杠C5 就是你直接打什么呢 杠C5就会把它下下来 放在哪个里头呀 放在这个里头 如果你打杠C5 杠DV 它就会放在这个里面 听听了吧 我举个例子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学过的 NPM 然后呢 解quary 这是不是解quary啊 解quary我们要什么依赖的 测试依赖吗 还是项目依赖的 是开发依赖的 是吧 那开发依赖 我们需要在这存的是什么 杠杠什么 seal 杠杠C5 这个时候我们下载解quary以后 我们看一下 解quary杠杠C5 下载以后我们看一下 好了 这时候解quary就下完了 是吧 解quary下完了以后 我们再一点以后 这个解quary下完 我们大家发现 这个pack.json 自动它就更新了 发现了吗 自动就更新了 将我们这个解quary 就直接更新到 这个里面了 将我们这个解quary 就自动更新到这里头了 那比如说我们在前面 还用到测试 好像我们没学过 没有什么测试风险 是吧 没有学过什么测试 现在还没学什么测试风险